台中的这位罹患小脑萎缩症的先生 他跟妈妈一起住在旧公寓的四楼 所以行动相当的不便 全都靠着楼下早餐店的两位店员 早上把他给背下楼 到了晚上辖区远景再把他背上楼 让他回家 远景跟邻居接力帮助他两年不间断 让人相当的感动 一大早准备下楼 22岁的周先生每天白天下楼 就靠楼下早餐店的两名店员将他背着 从公寓四楼小心翼翼 慢慢的走到一楼 一个人背着周先生 另一个人在后头保护着 白天是早餐店店员把周先生送下楼 一到晚上换人接手 夜深了 换远景背周先生上楼回家 从一到四楼的楼梯间 有两名远景护送 相同人力来帮忙 差别只是邻居和远景 让身高有180公分 体重超过80公斤的周先生 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如果没有人背着他 周先生的妈妈可能也没辙 就好像我现在那个 那个汗如雨下 其实有时候真的 每一次被他们这样帮忙 累就像这个汗一样 就快要掉下来 白天有早餐店店员 晚上有远景背着周先生 进出老公寓 义务帮忙让周先生好感恩 因为他是我邻居 然后想说 就日行就帮忙没关系 对啊 因为他而且他又不方便 四名壮汉早晚接力 背着罹患小脑萎缩症的周先生 不计较付出 只希望行动不便的周先生 能够顺利进出家门 壮汉此刻的爱心 柔情让人肯定 中文字幕陈思远昭 君到台中采访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